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中國和印度的邊境 最近發生了兩次衝突 在其中一次 一名印度的陸軍中衛 更加是從解放軍少將身上奪去戰利品 這次衝突發生在今個月的10號 事發地點就是位於印度石金幫北部的納庫拉地區 海拔有五千米高 當時印度士兵在巡邏途中冤家老宅 撞戰一大班老解 雙方突然打起上來 而且還非常激烈 有150人參戰 其中有四名印度士兵和七名解放軍受到輕傷 不過雙方對峙的情況已經得到解決 並沒有持續擴大 根據一名印度軍官透露 納庫拉本來也不算是容易發生衝突的地區 在今天 終於衝突的導火線就是曝光了 到底為何無厘頭會打起上來 原來導火線就是有不少的老解軍人 當時意圖進入印軍控制的區域 遭到一名印度陸軍的中衛阻難 帶頭的老解少教就對著這名印度中衛大哀了 這個石金幫就不是印度的領土 麻煩你滾吧 搞到印度中衛露火燒心 於是一拳就窩到這名老解的鼻子 這名少將馬上應聲流鼻血 鼻屎也飛出來 引發到雙方人馬大打出手 印度陸軍的中衛趁機搶奪這名老解少將鬆脫的名牌 成為了他的戰利品 這名印度陸軍的中衛 原來就是出身於軍人世家 阿爺和老爸都是為印度陸軍效力 因此個性十分強悍 事後這名印度陸軍的中衛 曾經受到上級的嚴厲訓斥 說他為何衝動行事 並且被調離了邊境的前線 但印度陸軍當中十分欣賞他的舉動 司令部更加要親自加掌他 不過是因為天氣惡劣 飛機沒辦法降落的緣故才作罷 先說另一件衝突 這件發生在更早時間 在今個月的5日和6日之間出現 只不過由於邊境地區消息不靈敏 所以很後期才傳出這個消息 這次衝突不在石金幫那邊 就位於克薩米爾地區的班公湖附近 這次衝突不僅是埋身肉搏那麼簡單 而是雙方士兵都在互相扔石頭 涉事的士兵更加高達250人那麼多 而中印雙方都有人被扔中 但受傷人數仍然未知 實情中印雙方互相扔石都不是第一次 上一次發生在2017年8月 當時中印雙方士兵互相扔石 扔了兩個半小時才收手 不知是因為扔了手累 還是扔到很多人受傷的關係 於是他們退回各自的據點 後來雙方更加對峙了接近87天 才肯去撤退 為何他們只喜歡玩這些原始的方式 又埋身肉搏又扔石頭 因為他們就要保持著克制 如果哪一方先開槍的話就肯定不著 等同於宣戰 所以只能用這些原始方式來解決衝突 故此就算老解如何吹噓自己多威風多厲害 他們的新型武器的戰力 未有一次在中印邊境當中體驗過出來 一味只有一個趨字 反而就要用到這些新石器時代的招數來解決問題 最近解放軍的陸軍 就有一些新的武器出了台 到底這部武器有幾架勢堂呢? 它的全名就叫做 新型戰鬥偵察型無人地面再舉 聽起來實在是很厲害的 編號就叫做銳爪1 已經在陸軍的樹部部署了 這一架銳爪1 長70厘米 高60厘米 正重120公斤 操作範圍只有1公里 哈哈哈哈 是小型理帶式的無人戰車 大家如果有上網看圖片的話 好像那些搖控車一樣 哈哈哈哈 這架叫做無人地面再舉 嘩 說了就說得很厲害了 到底這架有什麼巴士幣呢? 原來可以在戰場上 作為班級或排級單位 執行近距離偵察、探測和監視任務 一公里走遠了 就不知道走到哪裡了 哈哈哈哈 又可以根據任務 靈活地更換武器 如果執行火力支援任務 更加可以將7.62毫米 搬用機槍搭載到平台之上 到底這架車的速度有多快呢? 原來時速有10公里這麼快 哈哈哈哈 即是跟人的跑步都差不多 所以這架車都很威風 竟然研發得到這樣的東西出來 比起太陽能電筒更進一步 這架銳爪一除了可以自行行走之外 還可以透過一部更大的銳爪移運輸型無人戰車去移動 哈哈哈哈 即是這架遙控車 又可以上另一架遙控車 那架遙控車就走得快一點 真的很厲害 哈哈哈哈 那這架到底有什麼特別作用呢? 就是不知道 總之他就說到這個 是中國陸軍的最新研發 所以真的不得不佩服中國的R&D人員 最近有一個消息傳出了 說中國第一隻國產航空母艦的設計總監 這個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的前董事長胡文明 涉嫌這樣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中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但是沒有說明因為哪一種違紀違法是遭到徹查的 到底這件事件和山東艦的設計 或者研究和開發有沒有什麼關聯呢? 如果有的話都相當有趣 因為目前山東艦已經是服役當中 如果是牽涉到相關的問題的話 豈不是山東艦的戰力也是誠意? 真不知道什麼事 最後就說一下關於南海的問題 根據日本共同社的報道 就說傳出了解放軍將會在8月份的時候 靠近海南島的南海海域當中 舉行大規模的登陸演習 無以奪取台灣擁有的東沙群島 這次演習將會由負責南方八省的南部戰區負責 到時將會動用登陸艦、汽展船、直升機和陸戰隊參與演習 自從去年12月開始 中國第一隻自製的山東號航空母艦 已經部署了海南島 只不過總設計師剛剛被拘捕了 到底這隻山東號是否用得呢? 不知道 但是美國的無人偵察機為了搜集解放軍的動態 在南海一帶頻繁地飛行 當中亦包括了東沙群島周邊的空域 其實台灣所佔領的東沙島 就是整個南海的所有島潮當中最大面積的一個 只不過我又不太相信 老解真的會在東沙島那裡登陸 是會搶奪這個東沙島 否則等同於在同一時間觸發南海問題和台灣問題 而且也等同於在太歲頭上動土 因為南海問題和台灣問題 就是美國手上持有的兩張王牌 再加上美軍那麼多海軍戰艦在南海一帶巡邏 基本上就算要動 都很快會被人反動回頭 所以我就傾向相信這個解放軍的演習 真是一個演習 無非就是要在南海海域一帶 樹立威信 要在那裡擺下姿態 而且早前也有不少消息傳出過 就說解放軍有很多作戰計劃 包括要登陸金門、馬祖等等 如果搞得這樣這些行為 都等同於向台灣宣戰 為什麼不直接攻打台灣本島呢 所以這些完全都是在煲米粥的 因為中國一直以來都沒有辦法得知 美國的底線是去到哪裏 如果是把台灣問題 觸發到開戰的層次的話 到底美國會用什麼程度來參與呢 到底美軍會直接參戰 或是以間接的方式來支援呢 在這麼多的不明朗因素底下 基本上大陸都不會去搏 故此這個東沙島 會出事的機會都很微 如果要搞的話 70年前都搞了 不用等到今天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